过世亲人留下首尾钱要这样用,用对了保佑子孙越来越有钱。 首尾钱是什么? 分首尾钱,台语以首尾范称死者所遗留之一切物品,分首尾钱及专制金钱之分配。 分首尾钱的时间并不固定,有的是当事人在临终前亲身分配,有的是在死者断继后给予分配,但大部分人都带出殡后,一切琐事忙妥,再由家人均分。 若孩儿尚小,无管理钱财能力,一般军委托亲人贷款,等长大成人,再将财产如数交还。 分道的首尾钱或首尾五,民间又有一个不成文做法,即是将芝士放米斗内,一位放高高,子孙中状元,放滴滴,胜甜又胜的。 苏燕云,放首尾钱,赴万年,一位王者死后有钱留于子孙,将食子孙永远富贵,因此不计多少,均应存感激之心。 而王亲首尾之前抄,必须兄弟同鹅,轴里同马,女儿同树,孙北同量才可,此表公平对待之意。 首尾钱要做什么? 过世后入恋钱,把玉放在王者手中或衣妹之前取出,放入民斗内,分给子孙美人一些,称为放首尾钱。 此象征留下财产分给子孙,也代表责任之传承,俗话说,放首尾钱,赴万年。 台语,一位王者死后有钱留于子孙,将食子孙永远富贵。 王亲首尾之前抄,必须兄弟同鹅,轴里同马,女儿同树,孙北同量才可,此表公平对待之意。 有什么禁忌吗? 其实首尾钱没什么禁忌,只要不要拿去做坏事或乱花都还好,因为毕竟那是使者的一份祝福和纪念,如果拿来乱花确实很失礼。 首尾钱除了留作纪念,其实也可以用在有意义的投资或买卖,因为首尾钱是鲜言的祝福,所以好好运用也是希望能让财运快来。 那钱要怎么储存比较好。 如果做纪念的处理的话,一般建议,把往生者的首尾钱用裤子包起来放在柜子里,有所财户,裤,的意思,但是女生不建议使用窝。 而且这是签财运比较不好的后代,可以用来改运的一种方法。 网络提供的方法,也可以让大家参考。 不管怎样,别认为首尾钱是不吉祥的,因为其实里面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 首尾钱是一种纪念,也是一种祝福。分享出去这些习俗吧! 让更多人看见这篇。